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Charlene老师的文法教室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解的是情状副词 搭配的是汉林版国中英语Book 4 Unit 3 OK 第四册的第三课的文法情状副词 那待会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是谁呢 不晓得你认不认识她呢 好 让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OK 好 这个女生全世界局势文明的 对不对 OK 好 她叫Mona Lisa Mona Lisa 神秘的微笑 对不对 很有名的一幅画作 那如果我要说Mona Lisa is Mona Lisa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或者是我说She is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会用形容词 形容这个人 OK 比如说我会说 She is beautiful 她好美 Beautiful是不是 形容她很美丽 She is smart 她很聪明的样子 看起来很聪明 对不对 She is rich 好 她应该是有钱人哦 好 怎么不然怎么会当一个被人家画的一个主角呢 She is rich She is relaxed 她看起来感到很轻松的 好 那这几个字呢 他们都是形容词 形容谁啊 形容前面讲过的人或事或东西 那他这里讲的是人 是She 她 那形容词就是用来修饰 修饰的意思就是让它更漂亮一点 更精彩一点 那形容词是用来修饰名词 修饰东西人事物 OK 这个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形容词 但是如果我们说蒙娜丽莎的微笑 微笑 smile这个字呢 是动作的话 我要怎么样形容这个蒙娜丽莎她的微笑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张图 我们看到她 She smiles happy 她看起来就是微笑的很开心啊 那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写 smile happy是错的 因为happy是形容词 老师刚刚讲过 happy形容词这种字是用来形容名词 可是smile微笑是名词吗 smile在这里是当动作微笑对不对 所以happy一定就不对了 那我们这里要怎么改呢 我们会说 She smiles happily happy这个字去歪加ILY 变成happily 意思就是开心地 开心地 好 用LY我们常翻译成什么什么地 那用来修饰前面讲的动作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Mona Lisa smiles happily 她开心地 微笑 那如果是这一张图呢 这个是网友恶搞的 好 如果我说Mona Lisa 这个微笑看起来 你感觉怎样 OK 好 我是觉得很可怕啦 好 是Mona Lisa smiles smiles terrible Terrible是很糟糕很可怕的 但是我们有说过 要修饰动作的话 要用副词对不对 要用那个LY结尾 Terrible的LY结尾是去 1加Y叫terribly Terrible就是可怕的 那我们就可以说 Mona Lisa smiles Terrible Terrible是用来形容 smile这个动作 OK 好 接下来 Mona Lisa 这个微笑怎么样呢 好像不是很高兴 对不对 OK 那我们就可以说 Mona Lisa smiles Angry 错了 Angryly OK Angryly 生气地 微笑 OK 虽然她在笑 可是她很生气 对不对 Angryly 修饰前面讲的动作 好 那这一张是我最喜欢的 她怎么了 她不停的在动 对不对 我就可以说 Mona Lisa smile Crazy 本来是crazy 疯狂 但是你要改成crazy crazy 疯狂地 OK 疯狂地 笑 Key笑了 对不对 OK 好 所以以上这种呢 这种LY的结尾的字 叫做副词 好像副班长的副 对不对 那可见她不是主角哦 她是副 副的就是有第二个的意思 但是她是用来讲什么 就要修饰前面的动作 她让前面的动作更加的完整 虽然刚刚Mona Lisa都在笑 可是我有可能会 Smile happy地 开心地笑 Smile angry地 生气地笑 Smile crazily 疯狂地笑 虽然她们都在讲同样一个笑容的 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用不同的副词 就可以来形容这个动作的样子哦 好 那我们来比较看看 之前学的形容词 还有现在学的副词 有什么差别呢 好来 形容词是用来形容 用来修饰名词 而副词是来修饰动作 动词 OK 比如说 左边这个女孩子 OK She is a beautiful dancer Beautiful dancer Beautiful是美丽的 美丽的 漂亮的 它是形容词 形容词用来修饰 名词 OK 名词 漂亮的舞者 Beautiful dancer 好 那右边那个舞者很明显 他没有很漂亮 因为他就比较圆圆胖胖胖的 但是他跳舞跳得很美丽 对不对 很漂亮 好我们就可以说 She dances She dances beautifully Beautiful Beautiful加ly 漂亮的 它翻译成 D 副词用来形容动作 OK 各位你看清楚了吗 左边是Beautiful 漂亮的形容词 修饰名词 右边是Beautiful 漂亮的 漂亮的 用来修饰动作 这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而形容词加上LY 常常就可以变成副词了 OK 好 就可以变身 用来修饰动作 好 又来一张Mona Lisa Happy 好 Mona Lisa 在自拍很漂亮的 自拍到她心情很愉快 对不对 Happy 好 如果你这个两个格子 都要写happy这个字 你要怎么写呢 比如说第一句 我们就会说 Mona Lisa is a happy woman Happy 行容词 修饰后面的名词 对吧 但是呢 我如果说 Mona Lisa smiles smile是微笑动作 那happy就不能用了 我就要用 happily happily 修饰前面的动作 OK 好 其实用法非常简单 你只要去判断 你说老师 我不知道怎么选形容词 我不知道要形容词 还是副词 很简单 你的那一个东西 是要修饰谁 你是要讲这个人吗 这个名词 那你就选形容词 如果你是要讲动作 那你就变成用副词 OK 好 那我们来再多看一点 也就是这一颗的主题 叫情态副词 通常情态副词 就是在形容词后面 加ly就可以了 好 那大部分呢 都是字尾 加ly slowly 慢慢的 quiet quietly 安静的 OK 如果字尾已经有y的形容词 我就去y加ily easily happily 去y加ily 好 那字尾有le的话 直接把它变成ly就好了 也就是去1加y Terrible 刚刚不是笑得很可怕 就这个字 Terriblely Comfortably OK L1变成ly 从形容词变成副词 的话呢 字尾是ly的 大部分都是这个 但是第四个呢 OK 第四个是形容词跟副词 长得一模一样的 那是不是这个就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它是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不要 还要硬要加ly哦 那它们有 其实有六个 OK 我这边写了四个 早晚快努力 不管是早还是晚 你都要快点努力 好 早叫early 晚late 快是fast 努力是hard的 它们的形容词就是长这样 副词也是长得一模 一样 最后一个 不规则很重要哦 不规则就是长得 完全推测不出来 也不是加ly 也不是形容词与副词同行 那它不规则 好叫做good 那好地叫well 比如说 他是个好人哦 He is a good man good 好的人 但是呢 我如果我说 他工作工作得很好 He works well well是好地 兄是前面讲的工作 work OK good变well OK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早晚快努力 是不是形容词跟副词长的一模 一样 early late fast and hard 早 晚 快 努力 好 我最喜欢的图片 其实这一张 好 这个小男孩 好像 后面好像有个老师 快要检查到他的作业 他很匆忙的 用尽他的洪荒之力 在那边写作业 狂飙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就说 He works hard 他工作工作得很努力 这些hard 使得是副词努力地 用来修饰前面的动作 OK He works hard 那我也可以说 他工作得很快速 因为他快速飙完作业 对不对 He works fast 好 也可以 OK 好 这就是副词跟形容词 长得一模一样的 早晚快努力 OK 另外还有两个 叫又高又远 OK high and far 他们形容词跟副词 也是长得一样的哦 但是high and far 不是这个 好 完全没有踢到球 好不好 可以挥棒落空的概念 好 而是这个 哇 那个球飞得又高 高又远 对不对 high and far 我就可以说 he kicks kick可是踢的意思 he kicks high and far 踢得又高 又远 所以各位 早晚快努力 还有又高又远 都是形容词等于副词 OK 可以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翻开课本48页 page 48 课本48页 好 那副词的功能是用来修饰动作 那是在讲动作的样子 动作的状态 比如说horses run fast horses是马 run fast fast这里是副词用来修饰前面的跑 那马可以跑得很快吗 可不可以跑得很慢 也可以呀 好 那the fast是在修饰前面的动作 形容他跑的样子 跑得好快哦 是那么快对不对 horses run fast 好 第二句 the workers work late 刚刚有没有讲早晚快努力 OK 好 晚这个字 late 是副词跟形容词长的一样的哦 好 work late 工作得好晚哦 他们好晚才下班哦 最后一句 the man drove slowly slowly是很缓慢地 修饰前面的动作 开车 所以快叫fast 慢叫slowly OK 有注意到吗 好 这个是课本的第48页的部分哦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课本48页的内容 OK 如果你没有课本也没有关系 你就继续看电子书 那 呃 因为是网路教学的关系 所以 呃 老师就是 会持续的这样子 录音下去 并没有停下来说 哎 有没有问题什么的 没有办法互动 对不对 但是如果同学有问题 真的可以留言问 老师 好 然后 所以我会这样子录下去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 哎呀 说太快 老师 你讲太快 这里我有点不能吸收哦 网路的好处 网路的影片好处 就是你可以一直重播 OK 你可以 哎 这一段听不懂 我再回去看 再听一次 好不好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课本48页的地方 OK 我们一起来听 好 左边写行中词的行 右边这个写副词的副 副班长的副 行中词变成副词的样子 大部分都加ly 比如说这些哦 来请听 bad badly beautiful beautifully careful carefully clear clearly mad madly quick quickly quiet quietly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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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ly weak weak weakly wise wisely 好 那左半边是形容词 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最后一个字wise 聪明的 有智慧的 但是加了ly 变成wisely 有智慧的 OK 好 右边就是副词什么什么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间 四位是子音加y hy加ily 比如说有这几个 busy busily easy easily happy happily heavy heavily hungry hungry hungryly 做什麼事情 好,自為LE直接變成吧 LE變成LY就可以了 Terrible Terribly OK,好 那右邊打信號哦 早晚快努力 又高又遠 對不對,老師剛剛是不是講 早就是early 晚就是late OK,再最後一個 快就是fast 努力是hard 又高又遠嘛 高是high 遠是far OK,好 跟課本的那個 那個順序其實不太一樣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 調整一下順序 因為就是既說早很快努力 又高又遠 那這個是形容詞跟副詞長 一模一樣同型的哦 early early far far fast fast hard hard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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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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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右下角不規則也打個大信號吧 不規則的變化就是good 好的 變成well 很好,滴 OK,好,不規則是這一個 打信號很重要哦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課本的例句哦 好,看圖有點看不出來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內容好不好 the man is bad is a bad pet owner 那個男人是一個很壞的 pet是寵物 owner是主人 他是一個很壞的寵物主人 he treats 他對待 his cat 對待他的貓咪呢 badly 很壞的 badly ly 畫一個箭頭 修飾前面的動作 treat 是對待 動詞 所以待會各位要寫的部分呢 就是看圖 然後看咖啡色的部分 因為你等一下要用的是咖啡色的 treat his cat bad 你就使用這個字 然後去把它組成句子 然後提示就是上面那一行 ok 好,我們來試試看吧 ok 好,請翻到49頁右半邊的部分 ok 右半邊的部分 好 第一題 他很開心的過他的生活 怎麼說呢 live his life happy 好,要怎麼改呢 第二題 sing terrible 唱歌唱得很難聽 terrible 他怎麼樣說呢 ok 好,我要怎麼說這句話呢 好,第三題 get up early 早起的鳥兒 叫early bird 有沒有 好,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早起的蟲兒被鳥吃 對不對 ok 好,那我要怎麼說他很早就起來了呢 好,下一題唷 教知道 Jeremy wanted to eat the cake very much 好,他很想吃這個蛋糕 隔著桌窗看 那他很饥餓地看著蛋糕 好,老師把好多答案都按出來了 你就只要写动词跟副词就好了 好吗 好 那这一题应该是一个过去式哦 好 第五题的部分 我们来看第五题 Paint quiet 花花花得好安静哦 安静地怎么写啊 The students do not make a sound when they paint 他们花花的时候 他们没有make a sound 制造一个声音 表示很安静 我要怎么说 他们那个学生 学生们花花 很安静 OK 好 那以上 哦 这边就是五题的部分 好 请把它写完 写完以后 我们再来对答案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按暂停键 把课本 课本的五个立题完成以后 我们再 你再按播放 我们再一起对答案吧 OK 好 我们来第一题的答案 Hello Hello One Mr. Temper is a happy old man He lives his life happily Happily 开心地 live his life 什么叫活他的生活 那就是说过生活 好不好 过他的生活 很开心啊 Do you live your life happily? 你有没有很开心过你的生活? OK happily 开心地 好 画一个箭头 到前面的 leaves 活的意思 好 画个箭头哦 副词形容动作哦 好 第二题 唱歌 难听 Two Pat is not a good singer She sings terribly She sings 三单要加S terribly 字为L-E 变成L-Y 修饰 前面的动作 She sings terribly 她唱歌难听 好 接下来第三题 Three Little Cherry is an early bird She gets up early 好 gets up 是起床 Early 早晚 快努力的早 行动词跟副词 长得一模一样哦 Early 行动前面的 gets up 对不对 好 起床 起得好早 那如果他起床 起得很晚 叫gets up late L-A-T-E 就可以咯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第四题 Four Jeremy wanted to eat the cake very much He looked at the cake hungrily Look at the cake 看着蛋糕 Hungrily 饥饿地 看着 饥饿地 看着 Hungrily 修饰前面的 Look 最后一题 Five The students do not make a sound when they paint They paint quietly Quietly 是安静地 修饰前面的 paint 画画 画画很安静啊 没有用嘴巴画 对不对 很安静地画 好 paint quietly 好 那就可以 用这个 副词 去形容前面的动作 好 如果你还没有 订阵完 你可以在这里 按暂停 把它完成了 我们再接 接下来的 练习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更多的题目吧 好 Practice 练习 练习 Thomas 唱歌 很难听 很难听 修饰唱歌 那怎么写呢 Thomas sings terribly terribly OK 爸爸 爸爸小心开车 因为那是新车 对不对 好 开车的开 是用 那个drive 对不对 你可以写 My dad drives his car new car carefully 你也可以写 My dad carefully carefully 可以放在这里 也可以放在巨尾 OK carefully 小心地 these boys 跳 好 嗯 情态副词 就上到这里了 不晓得大家 今天有没有收获呢 好 那很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订阅 聊聊绘本的频道 按赞 开启小铃铛 OK 好 那 Charlene老师 今天就带大家 上到这里了 OK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